哈囉大家今天呢我們要來講iPadOS 26.1 那這一版呢它最大的特色就是 我們的Apple Intelligence 終於開始支援繁體中文了 所以我們今天呢也會很快的 幫大家複習一下所有的AI功能 那如果你想跳過AI的功能的話 也可以直接快轉到這個時間嘛 就去看不是AI相關的升級功能喔 那首先呢我們要先講到 所有可以使用Apple Intelligence的iPad機型 包含有M系列晶片的所有iPad 包含iPad Pro、iPad Air 還有最新的iPad mini 它搭載的是A17 Pro的晶片 所以如果你是以上的iPad機型的話 你就可以進到設定 然後你去側邊欄位找到 這個Apple Intelligence與Siri 這邊上面就可以打開 那這邊有幾件事情要注意 首先呢是Siri的語言必須要跟你的系統是一樣的 就是中文啊然後國家什麼都要一樣 再來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AI它的功能是需要另外下載的 所以你在打開的時候 它下面會有一行欄位 上面是寫說 你必須要連接Wi-Fi還有電源 它才會下載這個AI功能 而且它檔案還不小喔 那蠻奇怪的事情 就是這邊它並不會有進度條 它不會告訴你什麼時候 它已經下載好了 那根據我自己的經驗呢 也是要看你自己的網速啦 大概連接Wi-Fi還有電源之後 二三十分鐘之內應該是會下載好的 因為它總共的檔案 大小大約是6GB 那有一個方法是可以看到它下載的進度 就是到你的儲存空間去看 首先到一般 然後這邊的儲存空間 往下滑到底 這邊就有一個iPadOS 這邊就有一個Apple Intelligence 大家看到我的大小是6.61GB 所以你就可以在這邊看到說 你現在已經下載多少了 看一下你的進度這樣子 好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講一下我們的第一個AI功能 就是Siri現在可以穿TrackGPT 要先講到呢 Siri在iOS 26是完全沒有升級的 它還是以前的那一個Siri 不過它現在有一個非常可靠的大哥 就是TrackGPT 那它是一種傳話筒的概念喔 你必須要在Siri裡面觸發TrackGPT 它才會出現TrackGPT的回答 那我們先來示範一下 就是原本的Siri跟TrackGPT使用起來的差別 例如說我們現在先問Siri喔 請問明天的天氣 台北應該要怎麼穿衣服 你看他就只給我一個天氣 沒告訴我明天要怎麼穿衣服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要召喚TrackGPT的話 我就在我的問題前面 加一個幫我問TrackGPT就可以了 例如說 幫我問TrackGPT 明天台北的天氣應該要怎麼穿衣服 它就會明確的寫說 明天應該要怎麼穿衣服這樣子 所以任何你想問TrackGPT的問題 你都可以直接在這邊問 例如說 請問TrackGPT玉子燒要怎麼做 對 非常的好用 或者是說呢 現在Siri其實是可以用打字的方式 跟它溝通的 就是點一下下面兩下 這樣子就可以用打字的方式 然後呢也要講到這個Siri呢 它在Apple Intelligence裡面是完全免費的 不過它有一個小小的限制 就是在設定裡面啊 它下面其實有一個TrackGPT 你就可以登入你的帳號 那登入你的帳號之後 你所有的對話的歷史紀錄 或者是你生圖的圖片 都會存在你的TrackGPT裡面 那如果你今天是免費的帳號的話 你會看到右邊有一個 基本或者是進階 那這個進階呢 它使用的是4欧模型 然後如果你進階用完的話 它就會變成基本 就是4欧迷你這樣子 那這個主要其實是插在深圖啦 就是我試過 深圖大概兩三張 它的進階額路就會用完了 好再來下一個功能 我們要來講即時翻譯 那其實翻譯呢 就是在任何FaceTime啊 或是電話的當中 你就是按更多 裡面就有一個即時翻譯 裡面你就可以來選你想翻譯的語言 那就是 例如說我們現在開始翻譯喔 哈囉你今天中午吃什麼 Hello What did you have for lunch today? Oh I had a really delicious burger for lunch 對就像這樣子 它會把你的原文還有英文都顯示出來 然後在講電話的時候呢 你也是兩種都會聽得到 所以就會有一點小小的延遲 不過我根本是非常不推薦 你們使用即時翻譯來跟很重要的客戶溝通 因為上一次在測試iPhone的時候 它曾經出現完全翻譯相反的意思出來 就是我中文講的是 我吃了一個非常難吃的漢堡 然後它的語音辨識也完全沒有問題 但是它的翻譯竟然翻成完全相反的意思 非常的不可思議 所以就是目前的階段是非常不推薦的 那再來有一件事情呢 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iPad上面竟然沒有視覺辨識 就是我們之前在iPhone上面 我自己覺得還蠻好玩的 因為它可以 有點類似Google搜尋圈的那種功能 你可以直接在截圖上面去搜尋 以圖搜圖啊 或是搜尋物品 或是問去LGBT問題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iPad上面是沒有這樣子的功能 不合理啊 那如果你想玩視覺辨識的話 我在iOS介紹的相關影片裡面都有講到 如果你也是拿iPhone的話 可以去看那些影片 好 再來下一個要來講到的AI功能呢 是寫作工具 就是現在呢 在任何內建APP 只要是可以打字 或是選擇文字APP 你都會看到這個 AI寫作工具的符號 你就按下去 它這邊呢 有非常多功能 它可以幫你校對文法 或是幫你改寫成一些比較專業的口吻啊 或是比較輕鬆的口吻這樣子 或是幫你整理重點或是標格 那要稍微注意一下呢 上面這一區 全部都是Apple Intelligence 自己在本地運算的 它完全沒有上傳到任何的地方 但是相對的 它的功能就比較陽春啦 可以這樣講 那例如說我們現在來校對一下 我有沒有什麼文法的錯誤 可以看到它這個特效呢 非常的漂亮 就是彩虹在那邊刷來刷去的 它就會幫我寫說 這邊應該要加什麼符號啊 這邊應該要用什麼單字 比較正確啊之類的 那這個寫作工具 它最強大的其實是 最下面的這個編寫 因為它其實是穿圈GPT 例如說我現在呢 複製了一篇新聞好了 那我就可以要它改寫成IG貼文 好 這邊它就寫好了 那你這邊就可以複製啊 或是分享到其他地方 那也要講到呢 現在Safari這邊呢 其實是有一個AI的新功能 就是你今天在閱讀模式裡面呢 它這邊會有一個聲聲摘要 你就可以立刻看到這篇新聞 它的重點這樣子 再來下一個講到呢 現在有一個AI回復的功能 就是我們在簡訊裡面啊 你看到對方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明天要吃漢堡嗎 它下面就有這個AI的回復 它說好啊 然後另外一個是不好意思 明天有事 就是它會幫你想好說 你可以回什麼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按 但是這個功能就是還蠻 蠻懶的 就是它有點不太會看臉色 然後不會讀空氣 就我覺得不好用 這個功能自己覺得不好用 下一個功能呢 我們來講深圖功能 就是現在呢 Apple Intelligence 有一個內建的APP 叫做影像樂園 點進去就可以開始深圖了 它使用的方式就是 它可以加入非常多的素材 它裡面有很多預設的東西 你可以直接選 例如說 我想要愛情啊 我想要燈塔啊 然後我也可以選我的人臉 這邊就有我的人臉 然後就可以把它加進去 喔 出來了 這個是Apple Intelligence幫我生成的 然後呢 上面這邊可以去選不同的風格 但是比較好玩的可能是這個Jemoji吧 這個Jemoji就是你生成完之後 你可以把它加到你的表情符號 它就像你的Emoji一樣 會出現在你的鍵盤裡面 然後你就可以傳給別人 可以自己做一些好笑的Emoji這樣 那還有另外一個蠻特別的 就是ChargeGBT的部分 它是直接使用ChargeGBT的模型來生成的 然後裡面也有一些東西可以直接選 我覺得下面這三個應該都會蠻不錯的 一個是向亮 然後日本動漫跟版畫 向亮的話應該就是平面插圖的那種感覺 那要稍微等一下 它上面這邊有時間條耶 還不錯 因為在iPhone上面 上次是沒有看到時間條 很可愛耶 這個效果還不錯耶 就是那種平面插畫的感覺 你就可以把它儲存起來 好那我們講完了AI功能 我們來講一下不是AI的相關新功能喔 首先第一個是Slide Over浮動視窗 現在重新加入了 就是我們的多工呢 之前不是浮動視窗被取消了嗎 浮動視窗就是它永遠都會浮在最上面 你不管開多少視窗 它永遠都是在最上面的這個 這個視窗呢 現在被重新加回來了 它的使用方式是你長按這個地方 這邊就會有一個滑動置前 那你點下去之後 它永遠都會漂浮在最上面 所以大家就是如果有什麼很常用到的功能 一定要在最上面的話呢 就是可以這樣子使用 那一樣這個視窗它是可以縮大縮小的 就是看你想要多大 再來下一個呢要來講到玻璃效果 這次在26.1可以自己選擇它的透明的程度了 就是我們這次iOS 26最大的特色 不是就是這個Liquid Glass液態玻璃嗎 那如果你覺得它太通透 就是你看的不是很清楚 你希望它可以更正扎實一點的話 其實它現在可以去選擇一個比較不透明的效果 就是我們進到設定裡面呢 去找到螢幕顯示與亮度 這邊就會有一個Liquid Glass 這邊你就可以選不同色調 它就會變得比較實形 有沒有透明然後不同色調 透明不同色調 它也是有一點點透啦 但是就是變成比較霧玻璃的那種感覺 比較沒有那種通透感 如果你希望對比高一點看得比較清楚的話 就可以來這邊選擇這個不同色調喔 再來下一個要講到本機擷取功能 就是如果你平常有在螢幕錄影的話 現在呢是有一個方式可以讓你自己選擇儲存位置 而且還可以止錄聲音喔 要怎麼用呢 就是在設定的一般 裡面我們去找到本機擷取 這邊呢你就可以自己去選擇你的螢幕錄影的儲存位置 還有或者是你要止錄聲音的話 你那個Audio Only就可以把它打開 然後呢還有另外一個新功能 就是現在應該不是這一次最新的 應該是26之前有新增的一個功能 就是現在在錄影啊 或是螢幕錄影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自己去選擇你的麥克風 還有麥克風聲音的大小 你開始錄影的時候呢 你一樣進到這個控制中心 它按最上面這邊 它會有個地方讓你選擇你要用哪一個麥克風 你是要本機麥克風的還是你要外接麥克風 還是耳機的麥克風都可以在這邊選擇 那如果是麥克風的話 它甚至會讓你調整麥克風聲音的大小 所以就還蠻好用的 就是不怕會爆音這樣子 再來呢下一個功能就是 左滑相機現在是可以關閉的 左滑相機是什麼呢 就是你在鎖定畫面的時候 以前有一個功能是往左滑就會打開相機 不知道這個功能用的人多不多 不過現在呢為了避免大家誤觸 你可以關閉這個功能 就是在設定的相機裡面呢 這邊有一個滑動鎖定畫面來打開相機 這邊你可以把它關起來 就是你害怕誤觸的話啦 好那我們這一次的 iPadOS 26.1的功能就差不多結束到這邊 其實除了AI功能之外 升級的其實並不多對吧 畢竟之前的AI功能是 從去年就一直累積到現在 所以才會看起來蠻多的 不然除了AI功能之外好像都還好 那不知道大家現在AI用的如何呢 你們最常用的功能是哪些呢 就我自己個人的話 我自己最常用到的應該是 iPhone上面的視覺辨識 就是我覺得那個 截圖然後以圖搜圖 Google以圖搜圖非常好用 除此之外好像用到的機率非常非常的低 而且甚至有的時候會覺得它有一點煩 因為像是傳簡訊那個 iMessage裡面 AI自動回覆的那個欄位 我就覺得 有時候打開真是覺得好笑又好氣 我覺得應該很多人不知道 YouTube自己有一個AI自動回覆的功能 就是YouTube它現在 你想要回覆觀眾的留言的時候 它上面其實會有一個預設自己判別的AI留言 它會有兩個選項讓你選 那那個功能非常噁心的就是 它其實會學習你回覆所有觀眾的所有的訊息 它會自己揣摩你的文筆 然後看你是怎麼留言的 然後所以我每次看到那個功能我都會嚇到 因為它流的就真的很像是我自己打出來的文字 它是真的有在學習我講話的方式 可是Apple Intelligence這一個 它是沒有在看我的個性的 它是完全只看上一句 就例如說前一個人可能說 明天我想到一個點子我們來做某件事情好了 它可能會完全文不對題 所以我就覺得非常的好笑 所以就是裡面其實有些功能是 它雖然本意是好的 而且方向是對的 可是它沒有做到位 我自己是這樣子覺得 好不知道大家這次最喜歡哪個功能 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